嗨 大家好 我是飞飞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然后我们将主要去讲派去更新了他二月份的一个黑客马拉松的获奖子 那这次的获奖子呢 它是一个二手商品的一个交易平台 或者说是类似于一个本地化的服务 向中国区的这个58同城加上闲语这种类型的一个平台 那他进行了一个推出 那他获奖者的名称叫barshotmail 那如果说你要去了解这个应用程序的话 就可以在我们挖矿界面的一个主应用程序里面 就可以对二手商品和本地来进行看到 那么以去了解他的一个生态系统 那其实这个呢 我们可以 进入到这个黑客马拉松当中就可以看到他具体的一些详细信息 那当然我们也是先看一下这个评论 评论当中呢 貌似就是非常少的人去关系这个 生态应用到底呢 做什么 讨论的东西就说 项目方就是这个生态是拿干嘛的 就想大家去了解到这个生态 而下面的人呢 据大多数的不会说对于这个生态的了解 就不是问这个生态是干嘛的 而是问这个KYC什么时候来 或者说对于派的一个资产就说 派的项目方案 要去 进行这个更多的一个努力了 还有人家就说派的这个项目方案 我们要跟随着他的一个步伐 是吧 那继续还是关于人们在说 去支持这个派的一个交互 还有人家就说 打出了尼古拉斯波士 给出一个KYC的一个 可能 那行 这就关于评论 评论呢 就说大多数不是和这个这次黑客马拉松有关 而是关于KYC 关于使用派 关于开放式组网的 一如既往的 是关于这几个大类的问题 那么好 我们接下来点击进入之后 就会进入到他的博客 博客里面呢 就讲了说这是最新的一期黑客马拉松的获奖者 那他不是别人呢 正是Bart Shopping Mart 那这是一个电子商务的应用程序 被评为二月的一个获奖者 并获得了一万枚派币作为一个奖励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一期 那就是二月份的 那三月份呢 那肯定还没整理出来 那二月份呢 就只有一个 按照这个进度来讲的话 每月一次 每月一个的话 那在未来的一年的时间呢 就在2020年呢 他也就出个十来个 是吧 那离我们开放式组网的100个呢 应用程序还是差了不少 因为我们现在从目前的一个大概推测来讲的话 项目方应该去公布的 就是他已经授权了 应该是54 或者说54以内 那所以要达到开放式组网的一个条件的话 那未来还得要去努力 那这个努力是怎么努力啊 当然它是社区努力啊 他不会说是项目方努力 是吧 因为项目方讲了说这个东西是应该是我们社区来建设的 社区里面共同来建设做这个生态 那行 他这里讲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巴拉特的一个购物中心 那他这里的巴拉特购物中心 就是指的是Burter Shopping Mat 那与许多的应用程序 它有些区别 就是说他 对于用户的体验以及他有独特的设计功能和计划的承诺 那这个每次项目方说他有 别于其他的一个 这个生态或者有别于其他一个应用程序的时候 他都会讲了说独特啊 设计功能 还有做计划的一个承诺 其实就感觉他他选出来的都是与众不同的是吧 那但是每个次的与众不同呢 他说出来的那个词远都是相同的 那我不知道这是翻译的问题 还是说项目方就是以这种方式去表示出他的一个 公伪或者表示他的一个赞赏吧 那凭这种功能设计和清晰的用户界面的应用程序的导航变得简单直观 此外呢 该应用程序没有侵入性的广告 确保了不间断的愉快购物体验 他们呀 也非常高兴看到社区应用程序服务全球的区愿不断的去扩大 那巴拉特的购物中心呢 他主要是来自于印度 特别关注该地区 那么他专注于二手商品和本地服务 准备为先后们提供一些商业相关的体验和用力 那随着巴拉特购物中心背后的团队继续去构建和增强他们的应用程序 社区热切的等待主网上部署 我们很高兴祝贺该团队 并期待他们呢 在应用程序方面取得持续的发展 那接下来就是关于参与黑客马拉松的 那对于那些受到了 Bart Shopping Mat成功启发并渴望加入到黑客马拉松的人来说呢 旅途从派的浏览器里面就可以去开始 开始吧 潜入创新和创造力的世界 那么在此呢 可以了解到黑客马拉松参与更多信息 那好 接下来是关于一排行目的黑体制 他讲说你的产品将带到我们社区就会超过5500万的社区成员去给你使用 赢得黑客马拉松呢 还有可能会获得1万个派币作为奖励 那这来是对于那些没有去参与生态见识的 那些没有去做生态的人来讲 是非常有利于吸引他的 因为像5500万的这个 社区成员就代表着5500万个人啊 或者说5500万的用户 潜在用户在那里 所以说对于每一款商业 任何一款商业来讲的话 这都是无形的一个流量 那这的话会起到一个很大吸引力 并且还会送你1万个派币作为一个奖励 所以如果说你要加入的话 你就赶快加入 那当然在这里呢 你的前提条件下 就是说你要去 自己懂一些技术 或者说是你自己的资金量应该还是可以的 因为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派去进行公开性的主要的话 他要达到100个的这个 应用程序的话 可能不是说 最近的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完成了 起码都是按照半年以上 或者说年以上 或者几年以上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的每月一次黑口马拉松也仅仅推出了一个 生态应用出来 那一个生态应用按照他现在 要100个 那么现在就算是54个 那还有46个46个的话 也就是说每月一个的话 还有46个月 46个月的话 大概是三年多 四年的时间 是吧 就算是三年多嘛 那所以这个时间还是比较迟的 那当然这就会引出一个矛盾点 矛盾点就是说项目方致力于2020年去开放市场主要 但是2020年呢 他如果说要达到开放市主要的条件之一 就是说必须要达到100个应用程序 而现在100个应用程序 离我们的这个还差了非常多 还差了40%多的一个数量在哪里 而这40%按照现有的一个规律去推算的话 那么他还要花4年多的时间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 比较难以去理解的事情 那未来可能就是说 项目方要在2020年开放主要的话 那一定会双口就说 要不然就是很快的退出这100个生态用出来 要不然的话 那么他就 会因为这个生态没有落底的原因 再去给大家拖下去 所以这里面呢 每个人的一个看法是不一样的 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放弃了2020年会主网的这个观点 因为他认为啊 在生态这一块就已经过不了关 那至于在KYC这里呢 他认为的是项目方一直在卡着我们 而事实上呢 我认为也确实是项目方卡着我们的 因为在中国区这边 我们 最近的时候去收到一个KYC的一个线下呢 他的速度过的是非常非常快的 而过的是快 他给他的只是一个占领KYC 那好 这呢 就今天要去给大家分享全部内容 以上分享仅仅是来用我个人观点和我个人看法 如果说你其他不同观点和意见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那好 今天就这样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